走进萌丑世界发现更多乐趣 哈喽这也是萌丑俱乐会 我是乔小 狮子和猎狗被称为非洲大草原上的大哥和二哥 其中狮子就是草原之王 它站在顶级烈士者的位置上拥有着绝对的统治力 尤其是成年雄狮 而猎狗虽然属于小型狮猎动物 但它们依靠团队的力量再加上残忍的捕猎手段 草原上大部分狮猎动物都不敢轻易招惹它们 同时狮子和猎狗也经常会发生激烈的战斗 但这群猎狗抢劫了一头母狮子的猎物 吃完之后感觉没吃饱 于是就瞄准了还没有离开的母狮子 只见猎狗群仰仗着数量优势 集体围攻裸单的母狮子 而母狮此刻除了逃跑别无选择 经过一番追逐后 母狮干脆选择跑到树上进行躲避 猎狗群在树下转悠了一会儿 对于爬树一窍不通 只好无奈的放弃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联互动 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 想看更多优质视频请点击左下方